要么无可取代 要么与众不同 大家好 欢迎来到迷说俱乐部 我是曹瑞 与你一起分享有态度的生活方式 近十年来 日本和韩国的设计师都为全球的史上 尤其是潮牌事业贡献了很多的力量 Welldown这个牌子你肯定不陌生 作为一个在中国市场宣传十分到位的韩国设计师品牌 Welldown这几年在被韩国时尚翘楚 全智龙穿过后 就一发不可收拾 强势占领了各大潮牌明星衣柜中的C位 这张图更是成为了代购朋友圈中的标配 甚至被用到了模糊 为什么全智龙对于这个品牌这么偏爱 并频繁上升 心甘情愿为他带货呢 当然是因为Welldown是他的姐姐 全打美创立的品牌 你觉得Welldown的走红 是因为蹭了全智龙的流量的话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创始人全打美和郑慧珍 本身就是时尚圈中的老炮 他们不仅都是获得了国际认可的实力派时尚人士 还曾被英国媒体评选为 在时尚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时尚人士500人之一 郑慧珍更是在品牌创立之前 就在时尚业积累了十几年的零售经验了 2014年 两人在清潭洞开设了一家精品店 Realmarket 这家精品店的名字也是全智龙取的 在时尚圈混迹了多年后 全打美和郑慧珍深暗时尚爱好者的心里 他们引进了一些前卫且有态度的海外设计师品牌 确定了店铺中独特的品位 在Vogue杂志的采访中 全打美表示 当韩国女性服饰选择大多都偏向于可爱内挂时 她的店铺显然不应该走这个路线 很快 全打美过人的时尚品位 再加上全智龙名气的加持 Realmarket马上就成为了潮人必备的大卡地 主动引领着韩国潮流趋势 2015年当Realmarket正热火朝天时 全打美和郑慧珍深热搭铁 推出了服饰品牌Weardown Weardown的灵感源自七八十年代的美式青年潮流 主打舒适的复古风格 名字的内在含义是制作精良 尽善尽美 而数字11则是为团队中11位成员 共同努力致敬 自创立以来 Weardown几乎每季都会出现爆款 所有的流行元素 比如丹宁 姚立荣等 都能被赋予独具一格的设计 他们的产品只要一上架 几个小时之内就会被一抢而空 有些粉丝为了获得一件偶像同款 甚至不惜从别的国家远赴韩国购买 2020年Weardown迎来了 自己巴黎时装周首次的时装秀 发布了2020秋季男装系列 和2020早秋女装系列 大量的西装外套皮夹克 以及皮草单品 整个系列以黑色为主 鲜艳的紫色绿色 桃红色以及大红色穿插其中 其中一件有特殊压纹的短裤 是Weardown的本季最为亮眼的单品 搭配皮革特有的反光 让它即便与西装也能完美的契合 要么无可取代 要么与众不同 欢迎订阅迷说俱乐部 下期见